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作为专业的考古学家 我想纠正他的一些观点 我们正在讨论历史上第一枚摩拉的下落 历史上的第一枚摩拉 众所周知 在阎王爷的指引下 黎月先民也连矿石 用最初的货物与世间诸国展开贸易 如今的黎月掌握了全大陆摩拉的唯一铸造之权 而世上第一枚摩拉 应该就是在数千年前 阎王爷亲手铸造的 根据我的考证 再加上一点猜测 我认为这枚具有历史意义的摩拉 可能是作为一种信物 秘密传承了下来 比如掌管黎月的七星 会不会在每一代上任之前 都有什么不为外人所知的仪式 不不不 按照我的研究 这第一枚摩拉的地位可没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 摩拉是一种触媒 直到今天 也流传着利用摩拉在神秘学中的功效 来强化武器的奇术 世上第一枚摩拉一定蕴含着最强的力量 所以 我的下一本历史著作 就是要大胆论证 我十年来潜心研究的最新成果 那就是 阎王爷用这枚摩拉作为触媒 强化了一刀一剑 一刀一剑 到时就请购买著作阅读全文了 现在 我只揭秘一小部分 得到刀就可以成为黎月至尊 拔出剑就可以加冕黎月之王 不敢沟通 且不提这刀剑考据的真实性 所谓摩拉 所谓金钱 诞生的初衷只是一种方便契约千里的筹码而已 引导人类利用摩拉进行交易 才是帝君本意 想必世上第一枚摩拉 也只是被帝君当作普通的钱币 简简单单地花掉了吧 我觉得汉学先生的假说很有道理 倒是这位钟离先生无凭无据的 就这么看清阎王爷的深远谋划 不 我的说法不含褒贬 只是在陈述一种事实 得了吧 是你懂阎王爷还是我懂阎王爷 历史之事我只略通一二 岂敢自诩 但如果观念没有分歧 研讨也就失去了意义 那我问你 千百年前 黎月港大兴土木 研王爷传授人民建筑技艺 他使用的示范模型全是用摩拉融住的 对吧 确有此事 好 你说 如果不是因为看中摩拉的神力特质 研王爷又为何要做出如此奢侈的行为 这很容易解释 因为对帝君来说 摩拉是最容易获得的成本最低的材料 本来就是阎王帝君的故事啊 这位先生 那个 我有些考古学方面的问题 想换一个安静的地方向你请教 不知会不会打扰先生 这倒无妨 不过 不知我的这位朋友方便一起来嘛 说不定他能提供更多帮助 先生都这么说了 那当然欢迎 我们走吧 阎王爷是很了不起的 这才刚刚离去 就有人开始诋毁了 即使进入了人的时代 也该对我们曾经的神保持基本的敬畏吧 接下来说的话 对阎神有些不敬 会招来很多白眼 所以 还是安静的地方比较好 方才见先生谈吐不凡 思维清晰 最关键的是不轻性吹嘘与演绎 非常客观 所以我想问先生一个问题 或许能得到与普通学者不同的答案 先生觉得被阎神杀死的魔神 全都是邪恶的吗 善与恶暂且不论 阎王帝君尊重契约 所以 死于他手的魔神 一定是打破了某种契约 嗯 至少滥杀无辜这种事 阎王爷是不会做的吧 可是 我在考古的时候 了解到一些关于炎之魔神的传说 炎之魔神赫乌利亚 他是一位善良的魔神 却还是在战争中被摩拉克斯 被摩拉克斯用不光彩的手段暗杀了 啊 不会吧 这 确实是说来话长的一段历史 但故事的真相 可能并不是你想知道的那种 没关系 请把你知道的历史都告诉我吧 这件事 这件事我已经调查很久了 不 只是 该从哪里说起呢 啊 在这儿 在这儿 钟离先生 哎呀 少了好久 没想到你在这里 放下武器 保持距离 不然 不然我要报告千言君了 首先 我就没有拿武器啊 反应不用这么激烈 我是智东国来的考古研究员 不是来找麻烦的 愚言中每次都这么说 这次已经和黎月总务司报备过了 既然是工作 那就没办法了 身为往生堂的客亲 就要尊重这个身份 果然是通勤达理之人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稍等 如果是考古的话 我也可以一起去吗 我也是考古学家 可以一起供很多帮助 那刚刚的话题 路上有机会再继续讲吧 对了 你也一起来吧 接下来的经历 或许会对你未来的旅途有所帮助 那是七神体系建立之前的故事 虽然魔神已逝 不可能是你的寻访目标 但至少也能为你的旅行剑文增添一些意义 等等 这是考古小队 不是观光团 人太多了 可是 我这位朋友有一项无人能及的寻宝天赋 对我们的考古之行大有弊异 哦 什么天赋呢 绝不会漏过任何一个视线之内的宝箱 我也擅长这个 确实有点吸引力 行吧行吧 事不宜迟 我们先去看看 不久前 那位漩涡之魔神被群玉阁镇压时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冲刷上岸 古物也好 痕迹也好 要是有一点点魔神肢体的碎片就更好了 总之 说不定能有大收获呢 这地方怎么看起来这么普通 真的能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吗 我觉得挺壮观的呀 我不是说风景 而是既然发生了一场大战 总该有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吧 但现在 甚至不知道该从哪找起 此处名为孤云阁 如果想要研究魔神或是魔神战争时期的历史 这里都是绝佳的场所 相传 阎王帝君以阎为枪投入此片海域 将魔神刺穿并镇压 那些岩枪经历了常年的风化 最终形成了此番别致的景象 这 这么大的山 居然是阎王爷的武器 如今残存于我们眼前的 不过是冰山一角 当年帝君投下的岩枪 无论数量还是体积 都远超于此 只不过因为角度各异 筑体又过于巨大 受到海水侵蚀或是重力影响 很多都整体沉入了海底 所以 除了后来的风化 起初的崩落 也是孤云阁的重要成因之一 那 能和这么夸张的力量对抗的魔神 应该也很强吧 是的 这就是孤云阁的研究价值所在 与那段历史有关的物件 大多沉于深海 但漩涡之魔神掀起了滔天巨浪 也给了这些东西重见天日的机会 也就是说 只要仔细找找 肯定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我是说 肯定会收获颇风 是吧 这我就安心了 反正带了这么多人 我觉得分头寻找效率会更高 那么 我和我的这位朋友同行吧 虽然我略懂一些杂学 但在专业的考古学家面前 还是不搬门弄斧了 我 我吗 怎么了 这不是你的本职工作 有必要这么惊讶吗 我知道了 那 那我就为他带路了 嗯 如果收集到了什么珍贵或者稀奇的东西 我想想 就到对岸会合吧 那古老的魔神应该留下了不少元素痕迹 垂踪痕迹应该会事半功倍 那就交给你了 用元素视野看一看吧 为什么这里也有敌人啊 因为孤云阁本来就是镇压魔神的地方 魔神的残渣至今还影响着这里 他们 为什么会聚集在这里啊 可若是中间弄一件东西 残留了魔神的力量 所以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不过 水上的幻形兽 总之 契约赞生 隔西屋就要放在一边 要不然他们 能收荧物吧 原来只是一块石板 不过文事着实独特 这样应该就足够分析出一些信息了 我们回去吧 你这也叫考古学家 这也看不出来 那也不认识 你到底行不行啊 树 树叶有专攻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我已经很努力地讲解了 别吵架 别吵架 到底发生什么了呀 这家伙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考古学家 却对着周围的一记一窍不通 还没有我懂得多 我只能靠直觉 我是说经验 带了点儿好像有价值的东西回来 真是耽误时间 我 我一直都在研究炎之魔神 对海里的东西不懂 也很正常吧 倒是你 一直在问我这个值多少摩拉 那个值多少摩拉 文物的价值难道就是摩拉吗 这 这 文物的价值 用摩拉来衡量不是最直白吗 也很符合黎月的传统吧 没关系 两位稍安勿躁 我们倒是带回来了一些不错的东西 可以一起看看 很遗憾 你们带回来的这些东西 虽然确实是被漩涡之魔神带上岸的 可惜都与魔神无关 只是出自附近海域而已 相比之下 还是我们找到的这块石板 表面有神秘的文式且微存魔神之力 或许会对研究有所帮助 快 快把它给我 嘿嘿 有了这个就不算毫无收获了 魔神的力量 嘿嘿 这个才是好东西啊 但是 这其他的东西应该也还值几个钱 能收回雇佣雇问的成本 都归我了 一定要有魔神的力量残留在上面 才有研究的价值吗 不是的 我追寻研之魔神的历史 是因为历史能讲述文化 还有信仰 至于你 就只是想借考古的名义发财吧 胡说 我是智东国的专业考古研究员 如假包换 哦 对了 那个茶杯最好别卖掉 啊 为什么 那不是古代的东西 是宁光的收藏 跟着群裕阁一起掉下来的 如果你不想惹脑其心的话 我知道了 明明我看成色还不错 你看 你就是想拿去卖钱 那 那又怎么样 研究和卖钱 二者兼顾不好吗 脑筋这么死板干什么 好 接下来就没必要待在这里了 对了 那个研制魔神 我也挺感兴趣 下一站 就去地中制研吧 你呀 简直掉进前眼里了 你才是 天天挖稳物 脑子里进灰了吧 还 还在吵 我们别打扰了吧 我听说 地中制炎曾经是炎制魔神的子民生活的地方 所以 有价值的文物应该遍地都是吧 传说中 在炎制魔神赫乌利亚的庇护下 他的子民的确享受过一段时间的附属生活 不过这个传说流传了很长时间 光顾此处的拾荒者与盗宝团不计其数 野外应该不会剩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哎呀 真扫兴 早知道这么穷酸就不来了 关于这个 我知道在这洞穴深处有一处遗迹 和炎制魔神有关 其实那也是地中之炎这个名字最初的由来 只不过 这个遗迹的入口被神秘的力量封印了 一直都没有人能够解开 虽然我找到了一个可能和解封有关的机关 但即便解开了那个 封印还是吻似不动 所以目前 封印的由来和解除方法 都是炎制魔神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 不知道 没有切实的证据 但封印存在的意义 多半是为了隐藏某种事实 炎制魔神 善良仁慈 被众人爱戴 也有很强的权能 不会留下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那 想要藏匿事实的 很可能就是凶手 摩拉克斯 这不像是阎王爷会干出来的事啊 这种事无所谓了 这么听起来 遗迹里面一定还放着炎制魔神的各种宝物 你究竟有没有听人说话 哼 里面就算有炎制魔神的遗物 解不开封印 又有谁进得去呢 哎呀 我们不是有钟离先生在吗 他看起来什么都懂 一个封印而已 难不倒他的 这个封印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关于他的一切都是谜 就算是钟离先生也 略懂门道 哎 哎 坊间传闻中 流传着诸多与封印有关的碎片 看似杂乱无章 但其实暗含解印之法 晚爷女士方才提到有一个可能和解封有关的机关 我们不妨就先去看看 那 既然钟离先生这么说 好吧 那我来带路 就是这里了 此处散落了一些残骸 如果组合起来 特别像和炎制魔神有关的东西 参照一旁的提示 从某个特殊的角度看过去 就能破解这个机关了 看吧 虽然机关确实是解开了 但封印那边并没有什么动静 那是因为其实还有另一重机关 需一并开启 另 另一重是指 接下来就由我来引路吧 这个地方 啊 我想起来了 好像是有几个奇怪的元素方碑 原来是有联系的 怪不得 以前为了调查这个封印 我还专门请来了持有神之眼的人 结果 方碑被点亮之后 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就熄灭了 实际上不仅是需要同时启动 这里的石碑如果不按照正确的顺序点亮 依旧无法解开封印 此处的玄机藏于一句讲述魔神战争的画中 南出天恒 东入遥光 西灯绝云 北仿青测 朱地萧条 生灵涂炭 李月广袤 竟难容一处安宁 南出 东什么 李月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动 我 我好像对这句话有印象 没错 这句话讲述的内容 也和炎之魔神有关 这位善良仁慈的神 为了给饱受战乱之苦的人类提供一个安全的去处 冒着危险走遍了李月各地 那个年代 诸神交战 战火纷飞 哪怕只是片刻的和平 都是一种奢侈 而他最终寻到的 就是现在被我们称为地中之盐的这块土地 可惜 这份安宁最后还是被摩拉克斯打破了 别再说这些古时候的故事了 既然有了线索 赶快打开封印吧 快点快点 只要能打开封印怎么都行 天恒在南 遥光在东 绝云在西 青侧在北 有了这些提示 你一定有眉目了吧 快看 封印真的被打开了 不愧是钟离先生 略懂一二而已 尘封已久的秘密 是时候为人知晓 在进入遗迹之前 我有个提议 可以避免在孤云阁那样无谓的争吵 嗯 先生请讲 请你们二位签订契约 契约的内容是 顺次取物 每次一件 为是诚意 你们选取即可 不用把我列入序列 喂喂喂 这么好的机会 不要放弃得这么快嘛 我不同意 这意思是 我要和这个半调子考古学家 平分收获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不同意 哼 他就只会糟蹋炎之魔神留下的文物吧 我 我也不能接受 那么 若契约不能成立 我就不能继续担当顾问了 这遗迹中藏着什么宝物和陷阱 就全凭两位的阅历去鉴别 这 这 唉 这家伙我真的信不过 行吧 既然是被封印的炎之魔神的遗迹 就算只能拿一半 也够赚了 要我答应契约 也行 我只有一个要求 忠利先生 如果发现了炎之魔神的真相 请你一定要公正地判断 就算那真相 是被摩拉克斯不利的 交换条件如此 我可以接受 那么 我们走吧 这 这是 是 雕像 不 他们是人 这些人 恐怕是当年炎之魔神的信徒吧 怎么会弄成这样的 遗迹深处 究竟藏着什么 这个里面 有中了一半的盐 不过就是个盐罐子而已 看来炎之魔神 是个穷酸的魔神呢 据我了解 它并不普通 虽然只有一半 但永远都有一半 换句话说 就是无尽 什么 我就算一直往外面倒 里面的盐也不会减少吗 正是 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盐 果然 炎之魔神所拥有的全能是很强大的 折腾了这么久 终于让我遇到宝贝了 这东西归我了 我只需要把盐倒出来 搞个几千几万代 可卖盐都能发财了 喂 炎之魔神的遗产 怎么可以用来做这么肤浅的事 如果科列文特先生想要这个盐斩 那么按照契约 下一件物品就是属于婉嫣女士的 没问题 没问题 怎么会有比这个还值钱的东西呢 既然有契约 我也没必要和她争强 那么 我们继续前进吧 一把尺子而已 看起来就没什么用 这是 我记得没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一种凉器 确实如此 但炎之魔神亦有全能在此 这盐尺一旦插进地面 土壤之上就会像涨水那样被盐覆盖 越是深入 盐力就会越多 换言之 就是盐的丰收 这 这 这不是比盐斩还要厉害 那么 按照契约 这盐尺就属于婉嫣女士了 不行 我不同意 钱是我出的 这场探索也是我组织的 凭什么要我吃亏 而且这小姑娘一点用都没有 为什么要把东西送给她 她果然还是这么做了 那也就是 你想破坏契约了 破坏又怎么样 这遗迹里的机关 我也差不多看明白了 所以 你已经没用了 说到底 我是雇佣你的人 凭什么我要按照你的规矩来做事 因为你立下了契约 阎王帝君曾说 契约既成 食言者当受食言之法 那是你们黎月的神 我是志东来的 我 食言之法 你自己感受一下吧 可不会太轻松的 你的收获 也由我没收了 你没有继续前进的资格了 就这样离开吧 可恶 你给我等着 说是考古勘探 终于还是装不下去了呢 我喜欢摩拉 但我不干坏事 克列门特的错误在于贪欲 但在贪欲之外 也还有许多令人想要违背契约的诱惑 面对渴望之物 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克制欲望 遵循契约 不如 就趁这个机会讲清楚吧 要讲什么 这一个临时的考古小队 其实没有人是来考古的 我 为什么这么说 这位女士 你缺乏最基本的考古常识 文物也不识己见 但在炎之魔神上的知识又特别精通 比起考古与文物 还是炎之魔神本身才更让你感兴趣吧 你在朱殿坊提到的那些关于炎之魔神的传说 据我所知 是在银元厅流传的最多 别 别再说了 先生 你果然博学多彩 我鼓起勇气向你提问 看来是正确的选择 没错 我不是什么考古学家 我来自李悦七星八门中的一门 主管炎业的 银元厅 我们的祖辈 就是在魔神战争席卷大陆的苦难时期里 曾受炎之魔神庇护的子民 对哦 这样一提醒的话 确实很少有李悦人会把摩拉克斯挂在嘴上 在战争中 摩拉克斯暗杀了我们的神 他戒毒炎之魔神的全能 让我们流离失所 我 我们恨他 但李悦 是摩拉克斯的李悦 历史一定是任由他粉饰的 所以 我想要证明 摩拉克斯也有罪恶 他手上沾着血 他有残忍无情的一面 我们签过契约 要直面真相 对吧 钟离先生 对这件事 你要有公正的判断 那是自然 而且 李悦已经不再是摩拉克斯的李悦了 跟我走吧 一切答案就在前方 这是 剑吗 是断裂的剑 这就是证据 证明炎之魔神曾经是反抗过的 只是没能抵挡摩拉克斯下的毒手 相比延展和延迟 这剑的力量 一定是远远超越他们的 如果能修好这把剑 就能向其他人展示 研制魔神曾经的全能了 看起来 确实很像战败之后留下的东西 两段段剑 以考古角度来看 是两件文物 按照顺次取物 每次一件的起约 你只能带走其中之一 为 为什么 虽说是顺次取物 可是 克莲门特已经 是的 但是每次一件仍然有效 想要同时取走两件文物 是不可以的 这 这 呃 朱离 他不是恶意 也没有争抢 是不是可以通融一下 契约不可通融 若不遵守 就是破坏 不行 如果只带走一半 那 那就没办法修好 也没办法重现炎之魔神的全能 无论如何 为了我对他的信仰 即使是破坏契约 我也在所不惜 你已经下定决心了吗 那么 这是有代价的 钟离 这就意味着 你要承受食言之乏了 那也 没关系 炎之魔神为保护他的信徒 连生命都愿意付出 我的牺牲 微不足道 你要怎样惩罚都没关系 只要让我带回 我信仰的证明 不 不可以打女孩子 如果那样就能获得解脱 说不定是更轻松的方法 但 作为惩罚 我会告诉你真相 什么 真相 你说真相 是对我的惩罚 是的 接下来你将听到的事实 就是你破坏了契约的代价 很遗憾 炎之魔神赫乌利亚 并不是一位全能强大的魔神 相反 他过于弱小 过于迁就 过于柔弱 是绝无可能登上七神之位的 败者 你说什么 魔神战争时期 尘世间的魔神们为了争夺提瓦特大陆 拼尽了全部的力量与智慧 但赫乌利亚选择了逃避 她认为 只要在争斗发生之前就放弃 战争就永远不会波及到自己和子民 可是 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 退让是不会有止境的 在无底线的退让中 赫乌利亚失去了所有土地 只剩下最后的容身之所 不 不 不 没可能的 在她最后的时刻 她连一把能举起来保护子民的兵刃都没有了 连兵刃都没有 可是这剑 是的 这把断剑并非炎之魔神的遗物 而是 杀死她的凶器 凶器 不 这是假的 你说的都是假的 你想要迷惑我对神明的信心 我说过 我只陈述事实 岂有此理 你 你也是摩拉克斯的信徒 你别想骗我 喂 喂 别跑啊 嗯 不然也不会把真相当作惩罚了 我也不想讲出这么残酷的事 我们也继续往深处走吧 在那里恐怕会有令她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接受真相的东西 这些雕像 是在逃跑 前面究竟还有什么 是炎 还有背叛 这一路上的都是什么 他们看到了什么 又做了什么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既然你无法信任我 那我们就继续向前吧 那时候发生的一切 这扇门后留下的痕迹都会如实记录 这里就是现场 赫乌利亚形骸溃散 只留下些许炎迹 灵中的画面也定格于此 故事的后续是 他的子民中 有人终于意识到 这位人善却柔弱的魔神 在战争中保护不了任何人 魔神战争是很残酷的 与其让他经受战败后的折磨 不如赐予他相对轻松的解脱 可是 这些雕像 又是怎么回事 再怎么弱小的魔神 死亡时流失的力量 也非凡人之躯所能承受 没能逃走的人 全都变成了这副模样 未经死灾的阎神子民 离开了他的领地 前往黎月 请求阎王帝君的庇护 他们的后代 害怕赫乌利亚留下的魔神残渣 害怕他施予他们勇士的诅咒 于是 他们冒着危险回到这里 将剑折断 供奉 希望能够平息他留下的怒火 但其实 他们是多此一举了 这位直到最后都没有反抗过的魔神 又怎么会对自己的子民 轻怀愤怒的 我 我 就算是这样 我不接受 骗局 虚假的历史 一切都 别想动摇 我的信仰 这一次 钟离也真是不留情呢 这就是他要付出的代价了 但 这也并不是为一件好事 看他的模样 恐怕还会继续动摇一阵 不过 即使不能马上解脱 只是认清现实 也还不错 真是敏锐 不过 也只是因为我活得比较长而已 信仰因为已经逝去的神 实在没有什么好处 不论是对赫乌利亚的信仰 还是对摩拉克斯的信仰 都是一样的 好了 接下来陪我去一趟孤云阁如何 啊 钟离要做什么 唉 重游故地 又讲了这么多故事 难免对那些故人心生怀念了 之前对你提过 哭云阁之下镇压了很多旧人的魔神 如今仙众已将离岳交给凡人 而赫乌利亚的时代是更久远的过去 他留下的延展与延迟 不应该回到离岳岗 让他们留在这里既是沉眠 也是返乡 我亲手终结了一个时代 我一直在想如何记录那些被我终结的历史 历史可以记录 但历史并不可靠 这次的事也证明了这点 时间拥有强大的力量 历史会在岁月中扭曲 我需要找到更好的记录 才能铭刻真实的历史 刻时曾是一种久远的记录 但看似不变的磐石 看似不变的世界与我 或许也都会在某一天消失 我会在某一天消失 所以 旅行者 我想到了你 你是远渡重天 跨越星海之人 把历史刻在你的记忆里 就可以在未来某日 随你一同前往别的世界 身为旅行者的你 只要能够记录 那么 提瓦特的时代与历史就获得了一种存在的备份 祝你离开提瓦特以后 在星海之间也能捡到宝箱 所以 这句话是有效力的 那么 接下来 就是将延展与延尺投入海中的时刻了 蛤 为什么要扔进海里 刚才我说过吧 这里镇压了很多旧日的魔神 也包括被群玉阁重锁深海的漩涡之魔神 奥塞尔 数千年前 黎月纷乱不止 我与众仙荡敌四方 岩枪镇压诸魔神之地 孤云阁 岩极镇压 历经千载 最终也只留下坊间的掌固与传说 奥塞尔 你我势敌非有 但旧时代的对立 也只是旧时代的回忆而已 赫乌利亚的遗物 就由你来吞噬吧 黎月纲的神迹 从此又少了一份 黎月纲的神迹 从此又少了一份 地天之间的万象 只留待后人评说 地天之间的万象 只留待后人评说 我还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以后能向此番追忆的机会 只怕会越来越少了 在魔神战争的年代 断定事物善恶是非的标准 都和现在不同 当然 现在的我 也希望它能生在一个更加温柔的时代 我还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以后能向此番追忆的机会 只怕会越来越少了 好问题 如果是以前 可能会给你特别具体的答案 但现在 大概是想要继续履行 往生堂客亲的职责 不过 如果这次的旅途你乐在其中的话 下次记录 不妨再结伴同行吧 我还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以后 能向此番追忆的机会 只怕会越来越少了 虽然延展与延耻仍具全能 可对奥塞尔来说 不值一提 若有朝一日他恢复元气 卷土重来 一定会再次被击败吧 卷土重来